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她16岁生患白血病 为了治病一家人亲戚所有 以此次经历痛苦的挣扎 她决定放弃治疗等待死神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女孩的出现 让她有了深的希望 她的命运会改变吗 她们的人生又发生了什么 敬请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有的时候至亲之人却无法信任 也有的时候互不相干的人 竟可以托付生死 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要死了 这很不幸 但是在绝境中竟有天使降临守护 这又是多么幸运 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两个姑娘 眼前这个瘦弱的姑娘 名叫陈瑜 这位她十分依赖的女孩 名叫豆豆 今天豆豆是专程 从重庆飞到北京 来看望小雨的 在大家眼中 她们像亲姐妹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她们并不是亲人 也不是闺蜜 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 相识不久的陌生人 就是我们两个从认识的那天开始 我们没有一天是没有联系的 我的家人可能因为作为她们的女儿 她们肯定是爱我的 但是可能生命几年了 她们就显得麻木了 但是豆豆还永远都尊重我的决定 那么小雨和豆豆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她们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情感呢 小雨今年23岁 16岁时确诊为白血病 之后她七年的人生 几乎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就每次去医院做化疗 都是一个人 然后她们也很少打电话 可能是害怕听到我的声音 然后觉得难受吧 其实我们的家庭就是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家里一直弹不起头来 就被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已经看扁了 她们就觉得我们家庭是属于特别低级的那一个 小雨六年里经过了十几次化疗 一家人为她看病亲其所有 然而2013年小雨的病情恶化 必须进行移植手术 看着一瓶如洗的家 小雨决定放弃治疗 等待死神 小雨决定放弃治疗 就是让人生无奈 就是没钱 我觉得我放弃了 爸妈也放弃了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来说 有时候我想我放弃了 希望还有人坚持 让我不要放弃 我想听到这样的话 其实黑大石都是有点种相反 心里想放弃是无奈 心里就是无奈 因为自己确实没有经济 没办法 小雨带上仅有的一点钱和一个病友 一起骑着摩托去了川西旅行 他们的旅行像是一次死亡之旅 不知道哪一天谁就会永远的离去 因为我们在旅游就看到风景什么都不想 然后到了晚送的时候 心中还是特别恐惧 然而就在这次旅行中 小雨接到一个陌生女网友在微博留言 快回来 我要见你 别放弃 回医院 当时我有看到她的新男微博 看到凌晨三点钟 当时真的哭了 就觉得被感动了 我不相信她 因为以前有好几个爱心人 是都说 陈宇我帮你筹钱 你做遗职 然后我就觉得 就特别相信嘛 然后就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这个陌生人就是豆豆 豆豆以此偶然的机会 看到了小雨的微博 她被这个二十多岁女孩的抗癌故事 深深的感动了 她在就是化疗期间 她一个人在医院里面 就是下很大的雨 自己回家就是穿一双拖鞋 套着一双那个垃圾带 这样套着自己坐公交车回去 坐化疗的时候 没有人给她就是送饭 当时其实没有想过 就是说可能经济上的去帮助太多 只是想这么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在医院没有照顾她 我就想是可能平时 我可以去看看她呀 或是去帮帮她呀 我就是出了这样的心态 去跟她联系的 小雨父母平时都忙于给她筹药费 无法时刻陪在她的身边 小雨大多都是一个人在病房里 因为我想第一次见面 我当时第一眼看她 我真的看不出来她是个白水面患者 头发很短 是个小平头 但是眼睛非常清澈 就是跟你聊天 很开朗很坚强的一个人 然后当时我就问她 我说你到底坐移植擦多少钱 她跟我说差五万块钱 我当时就想差五万块钱 让一个人去丢开 就是丢掉姓名 其实很不值得 我就问她 我说是不是五万块钱给你筹到 你就可以坐移植了 她说是 然后我就跟她讲了 我说我们两个不抛弃不放弃 第一次见面 豆豆就和小雨约定 不抛弃不放弃 小雨没想到 后来豆豆真的每天几乎都会去看她 第二天的时候我都挺感动的 因为当时我在床边陪她 医生就从 就是护士从床边经过 就说 陈宇 她说怎么今天有人来陪你 我在接触她的时候 你真的就感觉她挺孤独的 她每天晚上她都要坐公交车一个小时 然后跑到医院来看我十几分钟 然后又坐一个多小时回家 每天坚持 一直给我鼓励 一直给我鼓励 我就把她当最新的人 最幸运的人 因为她父母家里面 事情很多很多 没有办法到医院去全程照顾她 她一直感觉 她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豆豆今年31岁 是一个幼儿园的美术老师 从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 从小到大就是挺娇生惯养的那种 有时候水果什么的都会给我消好了 所以我爸妈一直都这样 就非常非常疼爱我 豆豆一直过得很幸福 她没想过 还有小雨这样的女孩 孤独地承受着生活的磨难 她想要帮助小雨 并且她真的给小雨 筹到了五万元的手术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雨的病情恶化了 已经不能做自体移植手术了 她需要三十万元的手术费 豆豆瞒着小雨四处发求助信 为小雨手术筹钱 后来一个幼儿园的家长 知道了豆豆和小雨的故事 非常感动 为小雨捐了手术费 第一次一个医生跟我说 某个人的生命只有四个月 我当时听了之后在办公室哭了两个小时 真的哭了两个小时 我觉得生命好脆弱 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跟自己说 我真的想要去救这个女孩子 我跟豆豆说 就算死我也愿意死在医院 哪怕活一天 哪怕在病床上活一天 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特别美好 你就没有办法说去狠狠心地去放弃她 然后就会自己调解 跟自己说 豆豆坚持吗 然后咬咬牙坚持坚持 小雨手术后 豆豆每天都去医院看她 一次豆豆病了 三天未去医院 豆豆没想到 等她再去的时候 小雨竟然泪流满面 当时我一走到陈牛苍的那个玻璃外面 她立马就哭了 她就跟我说 第一句话就是说 她豆豆 她说 我以为你不管我了 我说我不会不管你的 朋友就特别少 特别少了 然后她就 她就是我唯一的朋友 豆豆 豆豆一直坚持 有了豆豆的关爱 小雨的求生欲望更强 妈妈她昨天给我打电话 然后她也哭得特别伤心 我就说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了 在他们的心里是爱我的 但是就觉得还是特别无助吧 其实她父母也会觉得很累了 真的她在我心里面 就真的是 就不再像一个陌生人嘛 就真的像自己的妹妹一样 小雨很依赖豆豆 在豆豆的帮助下 小雨附近为她捐下了骨髓 手术很成功 很多人知道了豆豆和小雨的故事 也有网友质疑豆豆 觉得小雨病痛中 最需要的是家人的爱 豆豆不能替代小雨家人的亲情 有人觉得说是在做秀 也有人质疑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问题吗 他们也觉得作为一个志愿者 你愉悦了亲情 你愉悦了一个道德的底线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 你不可能在陈宇的心目当中 去取代她的亲人 就是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其实不是说我故意要去取代她的亲情 而是在那种情况下面 你真的没办法 包括我妹妹那些全部的 我所有的感觉 全部都放豆豆身上下 因为她那些感觉 妹妹也是感觉想抓她 跟倒上那个椅子 就好像豆豆的椅子在放她 感觉也久了 然后我们心里面也很高选 2014年底 小雨的白血病又复发了 豆豆决定带小雨去北京看病 并完成了小雨的三个心愿 第一次坐了飞机 第一次看到了海 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小雨 还第一次见到了雪 上帝派了天使拯救我的 我说我就是没有礼 我就是没有了那种四百个小脸 你就是带我飞下来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再聊一个叫 小雨的白血病女孩的故事 照片里边 小雨的那个头发是假发 那个假发是豆豆给她买的 化疗病人会掉头发就秃了 20岁的女孩正爱美呢 豆豆给她买了假发 小雨特别喜欢当时就戴上了 而且戴上很漂亮 小雨这个女孩在漫长的生病的过程中 一直都是一个人 没有人陪她 爸妈妈要给她筹医药费 在外奔忙谋生 这个孩子16岁就病了 一病病了六七年 同学早就没有了 同事她都没来得及工作 所以她没有朋友 她没有陪伴 而豆豆的出现 豆豆是她唯一的朋友 是她唯一的陪伴 是她唯一的希望 是她想象的 向往的 外面的世界的 全部的活力和象征 我们接着看 豆豆和小雨的故事 不知道你在那边好不好 每天都好想好想你 妹子 她以前老说没人送她花 生病的时候送她花 她还不能闻花粉 然后现在走了 一天没事就买花来送她 我在这里撒了四次花了 每次来都是买不同的花给你 小雨病情一直恶化 最终还是走了 豆豆很长一段时间 无法走出来 就是我平时用了一颗颗号 上面我把它删了的 根本就接受不了 看到她的那个 就是头像什么的 我都是一直在哭 其实到现在 我都调整不过来 小雨去世的时候 豆豆甚至没有赶在小雨的身边 然后我当时就跟她爸爸 就包括就是身边的人 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先不要慌通知我 因为我怕我受不了 后来那天早上 很早起来六点四十左右 就刷那个微信 刷微信的时候 我就看到里面 就是他们已经发了 就说看来七年的女孩 陈雨最终还是走了 我当时一看了之后 我就感觉就整个一下 我就很懵了 然后就走到那个 走到那个太平街门口 有很大的斜的坡 我走到那里的时候 就想到陈雨躺在里面 就一下就很受不了 就蹲在地上 很崩溃的哭 就是认识她这么久了 从来没这么哭过 非常大的声音 就把那个装饰带拉开 然后就整个脸色 就是整个身体 全部是完全是一张白纸 然后她还穿着睡衣的 然后那个睡衣也非常熟悉 因为她在倒陪的时候 就一直穿那个睡衣 然后看到的时候 真的一下就非常崩溃了 2015年的元宵节 小雨永远离开了豆豆 小雨喜欢海 所以豆豆把她的骨灰 撒在了江里 虽然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 但真的很崩溃的 那个时候感觉 特别她们骨灰拿到的时候 我撒的时候还是热的 在那一刻我都感觉不到 陈运已经走了 然后就也感觉不到 就是我撒的就是她的骨灰 小雨的家人 曾几次因为经济问题 无奈放弃了小雨的治疗 而等小雨真的走了 他们悲痛万分 无法接受 当时走了几天 我一直在流血 他哥哥当时抱着陈运的遗体 跪在地上 起码跪了半个多小时 就没有松手 就这样一直抱着他 他哥哥就根本没有勇气 去碰陈运的骨灰 就抱着头在那个江边哭 就非常非常崩溃 我的指尽明明都觉不到 我都一直想这个问题 对于这段后悔的时候 我要是当时挺多努力的 在一些解决前 让他做医生给多好 可能现在也没可能 也好 也不是这种解决 在救助小雨的过程中 豆豆接触了很多的白血病患者 经常也有患者求助他 我新疆最深刻就是 在新潮院陈牛苍里面 有一个妈妈 他儿子在里面坐医 只是贵州的 他妈妈当时 他知道我是个志愿者 在帮助陈运的时候 他真的是跪在地上抱着我哭 我都看着他把妈妈拉起来 我说阿姨你别这样了 我说我们想办法帮助他吧 就是我就又开始帮他申请基金会 但是他儿子在上上个月的时候也走了 豆豆成为了一名 帮助白血病患者的志愿者 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认识到了很多生活中的残酷 其实去年一年我真的送走了不下十个白血病患者 然后参加的葬礼起码是在五场 就是五场以上 真的就甚至有时候在江北机场会去接骨灰 然后那个时候我经常跟我爸就讲 我说真的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现在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很爱我 当年和小雨一起去川西等待死亡的男孩 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 豆豆给了小雨更多的希望 而豆豆觉得小雨给了他更多坚强 确实我也很感兴趣 要不然他可能在理议三年里 可能最大可能在理议四年 可能他也就不在 他就豆豆出现以后他就多坚强 我只要不开心的事情跟他讲 他就会跟我说 哎呀他像我们这种都已经面对过生死的人了 他这件事情算什么吗 他只要老天能让我活下来 我什么事情都会都愿意去做 哪怕我这一辈子嫁不出去了 我这一辈子天天是逛头 哪怕我变得很丑很丑了 哪怕是我没有钱了 我在明天讨饭吃 他说我都愿意 有时候会想着他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了 如今小雨已经不在了 豆豆依然会接着帮助那些白血病患者 谢谢你这一年对我照顾关心帮助 自从认识了我 就感觉你没有过过舒坦的一天 我知道你在我身上投入了很多的劲力 而我也慢慢对你产生了依赖 有一个你这样的姐姐真好 有一个你这样的姐姐真好 我觉得我好幸福 我很感谢都爸爸都妈妈 他们是伟大的 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女儿 多多我很感谢你能来到我的身边 在这个世界里 你是唯一一个 说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 你是唯一一个说 放弃你 你不放弃你 更痛苦 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 害怕离开你 害怕你痛苦 害怕你难受 这条短信写得很乱 对不起 其实永远都不要放弃我 拜你的小雨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在聊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孩 相互取暖的故事 到场嘉宾媒体人大册 心理专家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我旁边的就是志愿者斗的 欢迎你 你好 小雨去世一个多月了对吧 对 依然很难过 确实 真的还是 有时候想起来 还是挺难过的 小雨去世的时候 把她的眼角膜捐出去了 对 她捐出去了的 因为那一天早上 就是他们给我讲的时候 就是她已经走了 我在微信上看到的 然后就跟我讲 说差不多七点多嘛 然后就医生过来 取她的眼角膜 大概七点半的时候 她的眼角膜就取走了 知道移植给谁了吗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就说 因为就是那边打电话给她爸爸的话 说的是 她的眼角膜就是捐给了好像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然后而且手术还比较成功 然后两个人好像都已经恢复了光明 对 双目失明都是给一只 至少能让你看得见 救了两个人 对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小雨见面的时候她什么样子 她那个时候非常开朗 然后也很活泼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 她是一个白血病患者 就是你在她身上就你看不到一点很那种忧郁啊 或者是很那种的情绪 然后一直笑嘻嘻的跟你说话 她眼睛很大嘛 就一直对着你笑 然后很开心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就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很悲伤的那种感觉 当时你觉得她对活下去有信心吗 或者说她的求生欲望强烈吗 求生欲望非常强烈 然后她其实那个时候的话 应该是信心的话 应该是一半一半 就是她从来不害怕痛 也不怕打化疗 任何痛都不怕 她做了多少次化疗 加上就是移植的话 一共是打了23次化疗 这是我见过的打化疗组数最多的 通常来讲是打几次 一般的是几次 20多次根本不能承受 对 她是 她血管就已经打到 就是说一般都找不到了 然后新潮的护士都是基本上要让那种 就是专业技能非常强的护士才打到 一般的护士根本就摸不到她的血管 很细很细了已经 一般的人扛不到这份上 自己都放弃了 而且据说因为完全没有人照顾她 怎么会完全没有人照顾她 一般妈妈在外面谋生什么的 没有人照顾 自己在医院里 吃什么 她反正因为我就是 她那次返院 就是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我就问她 我你要吃什么 我给你买 她说不用 那我说你吃什么 她好像就是说吃的饼干 她买的饼干 还有就是她小侄女 剩下的半桶奶粉 然后带到医院去的 然后她平时 我从病友的口中 我知道就是说 她打化疗的时候 就是中午 她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吃饭 晚上的时候就随便出去吃一点 然后有时候可能也就吃点饼干 就是你去照顾她 别人都会很好奇 突然间有一个人居然来看你了 对 是 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在网上见到了另外一个孤苦的女孩子 然后就一时动心 买了些吃的 去慰慰人家一下 做个志愿者 这个挺常见的 可以理解 但是见到之后就不离不弃 因为人家家长都放弃了 躺不住了 然后这时候就你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就站出来了 说我永不放弃你 我去筹钱 几十万我也来筹 就是我一定要让你活下去 我陪你走到最后 为什么会可以这么投入 因为她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求生欲滴 非常强 第二就是说她是一个很有爱的女孩子 还有就是她真的很坚强 因为她就是 我接触她的时候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时嘛 她就在病房里面 楼层到处走 就问她你在干什么 她还去鼓励其他的白血病患者 而且当时我在微博上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她就跟我 就是微博上接触的时候 她就有说 她说她要把自己遗体 就是说肋脏捐出去 但是她知道 白血病患者的肋脏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她就说了 她要捐出眼角膜 所以当时我就知道 她是个很有爱的人 而且就在医院里面 比如在护士 还有病人的口中 我真的知道 她在医院里面 都是一个人 什么都是一个人 做化疗也是 回家的时候 因为下雨 没有人接她 自己套着一个塑料袋 穿一双拖鞋 自己回家 然后我真的就是 感觉这个女孩子很可怜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想要去帮助她 然后就哪怕在平时 照顾一下她都可以 所以就这样 一直走下去了 你只是一个小老师而已 也不是多有钱的人 几十万对你是很大压力 简直就是东拼西操 也是拼了命了 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 投入了这么大的感情 其实从手术到最后 也不过是延长了 小雨九个月的生命 她还是走了 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 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 首先就是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其实她一直都有跟我讲 很想去看海 那个时候说实话 因为她那个时候 其实病情已经加重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坐飞机 然后那个时候 也没有想过这些 然后这一年 一年多吧 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来 真的就是我 第一次接触她的时候 她连蛋糕 就是很好 蛋糕都没有吃过 那个时候我刚买蛋糕 吃她就说 她逗逗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蛋糕 她一直都是一双 白色的帆布鞋 一个冬天 都没有一双雪地靴的 然后那个时候 也是我给她买了 然后包括后面 带她去坐飞机 带她去看海 然后一直到她 最后走的时候 她告诉我 她逗逗 我就问她嘛 我说你还有什么心愿 她跟我讲 她说我没有了 她说我真的觉得 自己很幸福了 飞机也坐了 海也看了 她而且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不离不弃 给了我真的很多很多的爱 她说逗逗 真的我就算离开 我真的觉得 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了 所以我相信 这一年半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年时间以来 我相信在小雨 最后走的时候 她心里面 其实都会是很温暖的 她应该就是说 她起码觉得自己真的是幸福了 我觉得对她很值得 对自己呢 对你自己的意义呢 对我自己的意义 其实很多 我成长了 真的比以前懂事了很多 爸爸都这么说我 以前我很任性 在家里面 我爸爸 我妈妈 其实包括叔叔 他们都有点惯着我 然后有时候 也会跟我爸爸发脾气 然后我爸爸说点什么不对 我就会跟他争论 然后完了之后 就说这一年半 我首先看到爸爸对我的爱 真的我家里人 对我的支持真的很大 我就是有时候晚了 我爸也会接我 包括我真的 对生命的理解很不一样了 我现在不会轻易去抱怨生活 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幸啊 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我感觉自己很幸福 而且会珍惜 现在的每一天的生活 然后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然后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去帮助其他的人 小雨走了之后 你现在又开始去救助其他的白血病患者 帮他们是吗 对 然后也有去就是关注他们 去跟他们聊天 然后要去帮助他们 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一个是我感觉这个群体 他们非常可怜 他们需要 真的需要社会的帮助和关爱 其实有时候走到 就是我去过全国好几家血液 血病的医院 一走进血液课的时候 气氛真的很凝重 身边陪伴的亲人很少 一般就是一个妈妈或一个爸爸 而且家人的表情都是很凝重的 完了之后 身边真的没有 一般你要说 听到你有白血病 大家躲得远远的 亲戚都是这样 觉得这个病 这个是个无底洞 对 然后各方面说吧 你要用钱什么样的 也很少有人去看他们 其实他们的世界就很孤独的 所以我就想说 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第二就是小雨嘛 生前的时候也有跟我讲 他说豆豆就算有一天我离开了 他会希望你能够继续去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 让他们知道 其实真的还有 还是有人在关注我们 所以我就有一直想再去做这个事情 那会不会你以前是一特高高兴兴的 小女孩 然后经过这一些事情 然后持续的再做下去 你知道救助白血病人 这真的是一件伤人心的事 好心血 因为特别特别艰难 然后会不会因此会给你个人的情绪 生活带来一些干扰 就是变成了一个伤心人 其实你说一点影响是没有 不可能 肯定有一点的 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走了 你不可能说你一点都不伤心 包括你接触过的 然后肯定有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就自己跟自己讲 就是说起码说他们在的时候 我有给他们关爱 然后去帮助他们 然后或许他离开的时候 然后他会就是说 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温暖的 他起码不会觉得说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社会很冷漠 然后把他们这个群体就完全忽视了 所以有时候也会调节 然后就跟自己说没关系 但是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 自己去应对 就是说自己去面对这个事情的话 还是好了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就是还是很 就是一个正能量的方式去看这个事情 那次怎么看 就是我们去救助一个患者的时候 我们最怕听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四个字 人才两空 我相信你在过程当中 一定不数次的听到过这四个字 因为到最后恐怕会人才两空 我们通常也会把这四个字作为 衡量一个救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 最后人没救好 钱都花了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回看片子当中 那个小雨生前的录像 她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内心其实我已经放弃了我的生命 同时我也理解 家人放弃 但其实她真的想听一句 哪怕只有一句话 说我不放弃你 说我为了你再努力一把 有这一句话 可能她都值了 人就会知道 还有人拼死爱我 对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救一个人 救到什么时候是尽头呢 其实我每个人都是像死而生 每个人都会死 就一个人活一年 活十年 活一百年 如果我活了一百年 没有一个人对我的生命负责过 没有一个人为了我的活下去 而在乎过 没有一个人希望我活下去过 那么我活一百岁有什么意义 但是小雨 虽然看起来失败了 只有九个月 可是九个月里边 她看了海 看了雪 坐了飞机 同时真正的意识到 原来我有朋友 朋友是怎么回事 世界上还有人来看我 知道 为了我的生死而担心 而焦虑 而牵肠挂肚 我觉得在最后 她这人生算是没有白来过 但是 对 其实小雨 算是 在最后算是幸运 但是我总觉得 就是那样的伤感和沉重 多多少少的会落到她的身上 毕老师怎么看 其实痘痘 今天能来 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其实也跟你帮 这个小雨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无私 你能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贡献出来 但是其实 助人尤其是 陪伴这个绝症的患者 到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 它是一个缓慢的 一个折磨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非常耗费心力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心理学的词汇 它叫做好结 好是消耗的好 结是竭尽全力的结 就是我们享助人是很好的愿望 可是你要保存你自己的有生力量 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对吗 对 所以给你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你要及时的体察你自己的变化 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是比如你情绪上的变化 比如你情感的变化 还有你的身体的变化 如果你发现你的情绪一直持续的消沉 有的时候觉得不能自拔了 就消沉到不能自拔 那样的时候 其实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提醒你 你要自救 然后在那样的时候 不管是跟别人倾诉 或者是寻找一些心理的支持和帮助 都能及时的帮助你自己 恢复 对 感谢的 实际上 这不仅仅是对逗逗一个人的提醒 因为生活中有好多比如说帮人忙的 志愿者的 做救助的 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好心人 甚至都不是去帮人忙 只是职业 就是我在我的工作中消耗特别大 其实对大家都有可能存在浩劫这个词 对吧 因消耗而精疲力解 然后你不知道你还说我要坚强 我要努力 我要往前冲的结果就是 结果会是什么 浩劫下去 浩劫就像我们挖矿 你不补充你一个劲的挖 早晚有一天会好劲 早晚有一天就变成了负数 那时候就整个的人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会让你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救者 对 是的 真的还是很有体会 刚刚老师说的真的很有体会 因为就是在北京医院治疗的时候 医生其实好几次跟我讲 就是说你把小雨带回家吧 就我们已经没办法了 但是小雨就是他很强烈求生 他就跟说你再给我打一个疗嘛 然后就那种状态 一直到最后就是春节初四的时候 就是他肺部已经出现 因为我自己有感觉已经出现感染了 而且我知道这样的感染是没办法的时候 把他带回去 真的看他的病床上面那种折磨的时候 其实那种感觉我真的能体会到 其实对我其实也是一种相应的在折磨 真的是那样的 就所以那个浩劫真的就是那种 就是你看着他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走 但是你知道他肯定会走 但是你就一天一天这么在 就是说坐在他旁边 就看着去在等待那种感觉 不是滋味 真的很难受的那种感觉 其实因此我就是想提醒所有的朋友 不仅仅是在你帮助他人的时候 照顾亲人的时候 还有你在为你的人生 为你的职业拼命付出 每天都喊着口号 说我一定要坚强的往前冲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世界上有一个专业的病叫浩劫 就是因消耗而筋疲力竭 浩劫持续下去 自己就会出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要知道 寻求帮助或者停下来做保护 就是凡事都是要量力而行的 都不要太尽心竭力了 那你跟小语相处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有没有心疼过你 他很心疼我 非常心疼我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我对他也不离不弃 就是因为他其实把我当成个亲人一样 没什么事 也不几乎我 对他没人 我会后面 那他太多了 一条约 你老是 都不不弃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